那位网红最大的问题,不是说出了高考志愿选择的真相,也不是揭示了社会的真相,而是他压根就不懂大学教育。 把考大学当成了找工作的捷径,把上学和工作等同起来,这种观念其实早就不合时宜了。 真正让人更容易成功的选择,是学习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专业,做自己有天赋的事情。 人都倾向于求稳,拥抱确定性,但真正能让人突破的是不确定性。 一个人如果一味的求稳,选择所谓安全保险的专业,而忽视自己的天赋、秉性,结果一定是让那个路越走越窄。 当然追求不确定性,一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,可是一旦突破,路将会越来越宽。 不敢冒险,那就不会有大的收益。 不过也应该承认,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禀赋和兴趣到底是什么, 连自己喜欢什么,擅长什么都不知道,只能随波逐流。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,如果只是为了生存,只是为了活着,应该不是太难。 如今大家选择专业,都倾向于生存优先,选择所谓平坦的捷径。 这个想法不能说错,但是大家都这么想,无数的人都在走同一条路,你说还是捷径吗? 反而是跟着自己的内心,选择那些外人不看好的方向。 因为没有什么人跟你竞争,最后倒可能有意外收获。 不主动挑战,习惯于做简单的事,行为就会受到很多限制。 很多时候贫穷不是命运使然,而是思维的局限导致的。 限制我们的,不是外界,而是咱们自身。 不懂得多维突破,只顾眼前,用低质量的勤奋,代替高效能的思考。 好,这是骨子里的穷人思维,这种思维不根除,人就只能被困在越努力越贫穷的死循环里面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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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